过元旦时,两位中国同事用法语拜年 因为马上就是虎年了 加上刚刚在休假时看到不怕人的蝴蝶和来回游的海豚 便从网上学了大老虎、花蝴蝶、小海豚这三个词 用广东话给它们回拜 我们家在新年前从悉尼跑到新州最南边的海岸休假 老大和他女朋友也来了,全聚齐了 我们到附近各种海滩浮浅 要不然就是找浮浅的地方 不想游泳 在这个与冲浪海滩相连的蝴湖 也可肚皮朝上,随着长潮落潮,飘进飘出 再看看,这是一个只有我一家人的海滩 吃完海鲜就去走步道 加一具当地自产的生蚝很不错 从没吃过这么多的生蚝 然后看到了长在海滩上的小花 和泡在海水滩土里的树 非常神奇 除了它们 不知道还有什么植物 愿意长在咸色的海水里 小花的名字叫海火箭 它的种甲不仅像火箭有两个小翅膀 而且成熟后会自己裂开弹出里边的种子 海火箭和绿菜花、洋白菜是一类的 所以可以吃 据说海火箭不喜欢和不同类的植物长一起 它的根会赶跑别的植物 也真够毒的 可再想想又有谁愿意泡在海水里 长在它旁边呢 长在海水里的大树叫红树林 除了不怕海水外 最神奇的是它会胎生 一般植物是先接子 然后掉下来再发芽长根 而红树林是树子直接在亩树上发芽长根 待三年长到一米长 胳膊腿都长齐了 再像人参娃娃似的全须全影的从树上蹦下来 再飘到合适的地方长成另一棵大树 这应该是红树林独特的生存之道吧 树子掉海水里一定不容易发芽 而胎生的有根有叶的小植树更容易存活吧 再说回我的广东话拜年 非常失败 广东朋友以为我讲的小海豚是小孩疼 真太失败了 有意思的是当四川朋友用四川话念这三个词时 发现我的广东话好像和四川话更接近 该不是网上学错了 据说清朝早年四川老虎为患 川人快被吃光了 结果湖广大量移民入川 网上教广东话的该不会是广东四川人也说不定 各位对此有什么建疆吗 下面就是两位朋友 用最正宗的川话和粤语讲的大老虎 花蝴蝶和小海豚 借花献佛 祝大家虎年快乐 万事如意 大老虎 花蝴蝶 小海豚 光年好 四川好班本 现在我用真正的广州话来讲一次 大老虎 大老虎 花蝴蝶 小海豚 小海豚 过节好 小海豚 小海豚